各位连远 大家好 因为我没有这个麦克服做 所以一直一直抓着 请不要介意 首先我很高兴来到德国 放放灯片 就是请关灯 我来到德国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无中 那我们也是很多人帮忙 感谢三宝 也感谢很多汉堡 还有很多当地的灵友方法 我自己是非常高兴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 显密圆容的大悲观音法门 那先看灯片 就是今天这是要介绍的是 修持大悲心法门的十种特质 其实就是修持大悲观音法门 观音菩萨在全世界 乃至于华人的世界 可以说如果地球有七十亿的人口 几乎有一半的华人 佛教 道教 民间宗教 一贯道都会拜大悲观音菩萨 我也知道柏林在这里是很古老的佛教圣地 最早有个Buddhist house 这边也有佛光山 也有慈激功德会 也有韩国的普门寺 对 有韩国的法师在这里 弘扬大乘的佛法 所以柏林这个道场 事实上这个讲座 我那时候想就介绍观音法门 因为虽然我在三个地方都是演讲 但是我想这个是连续的 虽然可能有些人不一定听到 Dustoff或汉堡的六度波罗蜜 或是前面的奖金 不过没关系 我们都会全程录影 将来会上网 以及做DVD 那先看一下 显密圆容的大悲观音菩萨 为什么题目叫显密圆容呢 问题是 观音菩萨的悲心跟愿力 不是只有读大乘佛法 我知道佛法在全世界都很文雅 有南传 北传 藏传 可是很多的大乘的佛弟子 只喜欢显教 不太喜欢密教 其实这是自己的分别心 举个例子 举到手掌 就有手心跟手背 显就是手背 显露在外面 你没事跟人家握手的时候 手背可以看得到 手心你不会没事给人家看 你可能哪时候会被人家看呢 算命地帮你看一看手相 或者是你想要了解你手的健康状况 你才会把手心翻过来 可是显根密啊 它是圆通无碍的 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看这张幻灯片 它是 它可以化现为绿度母 左边也化现为灵师 所以我这次要介绍是观世音菩萨的悲心旅愿力 以及它修持大悲神咒会有十种心 值得我们去检查 首先感谢刚才思议介绍 我做重复重点 就是和谢谢德国汉堡读书会 多年呢 一两年来看DVD 这都是每一个月的一次祭会 接下来正式呢 我们成立了汉堡静观学博会 在这个秀满的家 然后所以有很多人的发心 所以今天才有这个租界的场地 然后师父非常的感恩 事实上今天所要讲的呢 请翻开你的讲义是79页 它事实上是我在新加坡 由静明佛学会所邀请的 显密圆容大悲观音法文 我是在2009年7月23号到28号 第一次在讲 然后呢连续讲了五次 今天算是他概论的谋缩 那先看幻灯片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赞叹西方三圣 也就是极乐净土的法门 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十个人的话 大概都有六个人到七个人 都只要念阿弥陀佛跟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诸佛都共同参羊 赞叹西方三圣 广度众生的功德 在你幻灯片就可以看到 这个西方三圣的右边 就是大悲观心菩萨 左边是大势至菩萨 那因此今天所讲的呢 它会包含着佛教的艺术 历史跟教义而结合 那事实上我讲的五部分 第一次是在2009年 然后在新加坡 敬礼佛学会讲 所以今天讲的是算它是概论当中的浓缩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网 以及全程都有录影 好 首先先看 我们坐在这里很有福报 是因为我们佛教面临新的世纪 全球的资讯化跟科技化 待会儿今天我们大会也会准备 我讲的DVD免费送给各位 你会发现佛教的弘扬 也面临传统的这种被挑战的局势 佛教不一定只是在山林里面 打打坐啊 念念佛啊 送送经 佛教会面临很多接触的教育 文化 慈善事业 佛教也会面临多国的语言 多国的这个我们讲Founty People 就是多种种族 还有多种的所谓的宗教 以及多种的族群 因此佛教事实上 现在也面临很大的考验跟挑战 叫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可能一桩事情在网络上 或Facebook 对不对 大家一传 全世界人都在传 可是在这个资讯 这样很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谁是你的老师 DVD只是个工具 我自己也用网站跟DVD 录于利益众生 可是DVD啊 不能取代是你老师的角色 想想看我们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菩提加里的成佛 他发了大悲的怨心 来到人间为我们讲经说法 所以其实大悲观音法门 也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赞叹的 好 所以今天讲经的第一天 我想给各位看一部短片 就是佛陀在弗迪迦野成佛 东印度 弗迪迦野成佛 在第一场跟第二场 我是放了弗迪迦野短片 可是今天我要放灵鳩山的短片 给各位看 佛陀在灵鳩山 然后呢 佛陀正式讲 光无量寿佛经 妙法连华经 像日连正中念的南无法远迪迦 就是在这里讲的 然后呢 佛在这里讲大波尔经 所以这个灵鳩山就像灵鳩一样 它是鸟 然后我自己去了两次 所以今天会介绍灵鳩山朝圣的短片 那佛陀在这里亲自说法 那中国的智者大师 宋妙法连华经 送到世真经经 世民法供养如来的时候 亲自入定 也回到这灵鳩会上 看到释迦牟尼佛抢经说法 也看到他的老师 慧斯大师 以及看到与慧大众理佛萨 所以现在你去朝灵鳩山 当然你可能看到的只是古迹 可是事实上那是佛陀的一个净土 我也曾经带所有的弟子在这边 念过普贤行愿品 非常的庄严 其中有一个日本的佛塔 日本人建的妙法式佛塔 里面共着就是铜流经的 右手边是多宝佛塔 左手边是释迦牟尼佛 中间就是多宝佛塔涌现 然后免血南无妙法明华经 这位声音品质会比较好 好 请看幻灯片 今天请看讲义第七十九页 修持大悲心法能的十种特质 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十方佛国土都能够实现 讲义七十九页 然后第一请看这是新加坡 普祭祀 有两层楼这么高 然后所雕的目标西方三圣 非常的庄严 这是香港雕的 大概在清朝末年 清末明初 明国初年雕 现在也看不到这样的雕像 这是非常特有的 好 我们很高兴 感谢所有人在板盲中 我们来听闻佛法 首先我们在听闻佛法 在金刚圣佛教里面都会想 我们要有个纯正的动机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办法会 或来听经文法 那请各位背起来这句话 为利益众生愿成佛 我们为了利益往等虚空 无量无边的众生而成佛 所以我们来听闻佛法 这里的众生就包含你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父母 以及现在的家人 也包含你自己 第二个就是 为了利益他 我愿意改变自己 我们学佛有无量的法门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可是真正的修行 你要从我们的深口意去改变 为什么呢 今天在没有这次讲 写佛人关于法门之前 我讲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可能就是会讲快一点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要先了解 人生是很珍贵的 我们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我们常常讲 在宗教学里面有讲身心灵 physical level 或是mental level 或是spiritual level 我们身体有身体 所以我们需要吃 你看我们每天要均衡的营养 接下来我们穿病的时候 还有食疗跟药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部轿车一样 你不做不去保养它 它常常会出很多状况的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身体也是很难照顾的 所以禅宗说 我们这个身体像臭皮囊一样 是很难照顾的 但是你没有这个身体 你也没办法行菩萨道 帮助别人 第二个 我们在心理上 你会发现 德国人住在这里或华人 物质生活都很好 可是有些人心情都不太愉快 现代人的压力很大 为什么有忧郁症 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理上 有很多的困扰和麻烦 比方说我们恶念很多 我们常常要鼓励 升起善念 还有升起慈悲的心 想一想看你多久没有大笑三下 你想想看你多久没有去 卡拉OK跟家人去唱呢 绿岛小乐器或是呢 什么呢 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对不对 你多久没有唱一唱 凤飞飞的歌 或是呢 这个所谓的邓丽君的歌呢 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 每天忙忙忙忙忙忙 尤其是这次我来德国坐火车 让我一个很惊讶的 德国人很聪明 很认真 可是在火车上都不笑的 我觉得我有点惊讶 除了他的工作压力很大之外 或许他的民族性是很保守很严肃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生命常常失去了很多赤子的心 你看 请看幻灯片 我们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友谊 你看老人家虽然在医院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我们会回忆今生有很多快乐的时光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 KTV或是卡拉OK 我们会充满喜悦 年轻人也很酷的会进呢 这个录音室去录影 所以其实唱歌啊 可以让我们喜悦 为什么呢 因为唱歌的人呢 喜欢唱歌的人心开了 寿命会比较长寿 这是心理 接下来 心理上 佛教里面还有讲放生 故生 有医疗基金 有教育基金 而且我们发现 全世界都有很多贫穷的问题 我也观察到德国有很多贫穷的老人家 虽然靠着政府的基金 可是他的内心里是很孤单寂寞的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华人跟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贫穷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贫富差距 因此要透过品德 家庭 生命教育 跟专业教育 那佛法是什么呢 佛法最殊胜的是心灵教育 接下来你会发现 若我们不学习佛法 我们亲心很强 嫉妒心很大的话 你这辈子走到哪里呢 人缘很差 你活得并不快乐 所以佛教才告诉我们 要乐观一点 开放一点 你想想看 什么东西会让你很快乐 举个例子师父来讲 我虽然是出家了 我没有结婚了 可是我最喜欢小朋友 为什么我每次看到小朋友 我都很开心 为什么我想到我小时候 一岁的时候也是很cute的 我的妈妈还保留我一岁的照片 我下次scape给各位看 你看孩子很有赤子之心 我们常常忘记了生命的喜悦 我们就是很辛苦的 忙忙碌碌的生活 工作 结婚 生子 成家立业 我们常常忘记了生命 其实有很多的喜悦 接下来在精神上 今天讲修持大悲观音访门 或地藏访门 很多的佛教徒都是碰到了困难 我碰到了挫折或生病的时候 才学习佛法 你先要修长寿法恩 就要修阿弥陀佛的法恩 然后最简单的 你可以每日点灯 还有你可以短期精精的闭关 念经念佛或念咒 这些都会转变你的精神生命 接下来你可以发愿 随时的供养三法 固执政法 或做广大的供养 或无尊大会 或做贫穷的 救济贫穷人的故事 最后你会发现 我们生命里面 精进是很难的 就是我们常常 busy and lazy busy什么呢 对世间的这些欲望 看电影 看寡体 享受我们都很难 精进 可是对佛法 就会比较懒惰跟放异 所以因此生命 其实是很古短的 第二个 我们今天要讲 为什么需要宗教 我在出家以后 蒙是三宝家 时我去过了世界 二十二个国家 法国巴黎是二十一 德国是二十二 我去了很多国家 我遇到了很多外国人 然后有些人呢 他心非常好 可是他会跟我讲 跟我讲一个问题 I don't like the religion I don't need the religion because religion always show is very complicated 是不是讲英文不要介意 我会看中文点 他意思说 我不需要宗教 宗教太复杂了 我不需要这个主题 错 你要想想 为什么我们要宗教 佛教徒并不是说 我们心好就好了 我们需要宗教 因为宗教会解决你生老病死的问题 假如你不学习佛法 你就不知道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请问 我们 过去生从哪里来呢 你没想过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想去想 第二 我们来生要去哪里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佛教徒并不是说 心好了就好 这个还是别够的 他要很认真地去学习佛法 所以你想 我们人生像一个孤独的一艘船 那现在东南亚 佛教都很进步 宗教也很进步 所以对于生老病死 你要听 要说 也要看 因为你不去学习的话 当一口气不来 心急可塞 或是car accident 你家人说车祸就走了就走了 其实你会很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你无法决定 有没有想过 死亡的时候像夕阳西下的天空呢 接下来你看 佛陀 昼夜的禅修 所以假如生的时候匆匆忙忙 死的时候你也不会安详 因此在南传北传藏传里 都正重视 你要昼夜精进的禅修 请看这张 南传斯里兰卡的比丘 这是一个万国人 在泰国斯里兰卡诸家 他放弃了世间所有拥有的一切 他昼夜精进 为什么 因为禅修 才能够控制你的心 透过鼠西关 你才能够调伏你的心 你的心像莲花突兀你而不忍一样 假如你不调伏你的心 你会发觉你重视拥有了很多 但是你并不很快乐 所以佛陀 他就是要来人间 解决其他知识 而不能解决的 答案解决了 你的生老病死的大事 所以佛教徒 假如能够昼夜精进 法喜充满 他心中是喜悦的 好 接下来看第三个问题 当我到欧洲的时候 我也去了 看了很多教堂 比如说法国巴黎 圣母院大教堂 或是耶稣基督的教堂 在这里我要先说 佛教徒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这个你要先了解 了解 第一个 其他简单的说 世界宗教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个 相信外在的力量 比方说印度教的西法神 回教拜阿拉 像我们今天演场会场 待会各位出去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很多回教的照片 他们也很虔诚 他们也有修可兰经 他们品德涵养也是很好 但是他拜阿拉 到麦加去朝圣 为什么 因为他相信一个外在的力量 基督教天主教 相信圣母玛利亚 或是耶稣基督 创造了这个人 可是这个我要提醒你 这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就算你今天到了天堂 基督教天主教 只有三度空间 天堂 人间 跟地狱 纵使你到了基督教天主教 你永远是属于上帝的仆人 可是你不会成为第二个上帝 可是佛教不是 佛教告诉你的是内在的力量 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就像我们今天拜释迦摩尼佛 并不是释迦摩尼佛创造我们 所以我常说佛教没有审判 跟惩罚的思想 佛中告诉你 就像老师教书 你靠自己学生 你若不用诺念书的话 你也是会被荡掉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 很多人做的佛教徒 其实生活在欧洲 虽然也偶尔去上教堂做个礼拜 然后呢 其实你完全不了解 佛教跟基督教 跟天主教有什么不同 举一个例子 奥运刚刚结束 奥运 刚开始跑步的时候 假如你要跑三千公尺 假如你一开始就告诉说 哎呀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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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就忘记了 你又告诉自己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 我好不容易挤进了奥运最后的决赛 不管我有没有得奖或第一名 可是啊 从我的角度 from my side I always do my best 换句话说 从我的角度 我永远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去 那你跑步就会跑完 所以内在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可是第二个你也不要忘记 三千公尺是很长啊 对不对 他要跑啊 十几二十圈啊 在跑步的过程中 如果你的队员 或是你的工作人员拿水给你喝 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水可以让你保持体力 继续把它好玩 所以内在的力量跟外在的力量 佛陀说这两种力量都很重要 但是事实的真相是呢 是内在的力量最为重要的 接下来看 所以三宝是万事的灵灯 你归于了三宝 就像在茫茫大中的大海船 你看这是西藏的天湖 我们要经过船啊 大海啊 或湖啊 是要交通工具的 你若没有交通工具 你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自己游泳 何况在海拔三千公尺 跟五千公尺的西藏 那是非常非常冰冷的 就像你会游泳啊 你也会被冻死的 所以先要了解 佛陀的教法 是要让我们解决生老病死 接下来 你可以再看柏林 也会可以看到 来自德国 有三传的佛教 都在德国非常的兴盛 请看第一个叫南传佛教 第二个北传佛教 第三个叫金刚寸佛教 今天我们的讲经是属于第二个体系跟第三个体系 因为在南传佛教里面 他们只拜释迦牟尼佛跟梅勒菩萨 南传呢 泰国斯里兰卡人 是不念阿弥陀佛 也不念观世音菩萨的 请看一下 佛陀在贤结千佛的地方存佛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 泰国 对不对 斯里兰卡 他们供的就是这样佛像 同流经的 瘦瘦的释迦牟尼佛 的确它是佛陀的正法 就像大学毕业的教法一般 接下来你看中国 云高石窟 广大的释迦牟尼佛 中国人是大乘佛法 从印度传到中国 大概西元二三世纪 传到日本 韩国 香港 新加坡 台湾 东南亚 乃至于从东南亚传到德国 我们学的是第二个体系 大乘佛法 像佛光山跟慈基功德会 就是属于大乘佛法 第二个体系 第三个 这是印度 佛提加尼 藏传佛教 最喜欢这尊 传说这是 梅勒菩萨所雕的 现在呢 你就发觉 三层的教法 都是佛所说的 我常常比喻 南传 像大学毕业 大乘 北传佛教 像硕士班 金刚乘 像佛士班 那你想想看 佛陀在 这是印度的壁画 佛陀在一身 古处 刀立 刀立天宫的 东帅念院成佛 佛陀以白相 而投胎 下降为 摩耶 夫人的 这个 母亲的身体 而出生在人间 那你在印度 佛陀家园的雕像 你就会看到 释迦牟尼佛的雕像 有过去佛 是燃灯火 未来佛 是梅勒菩萨 同样在右下角 古代印度呢 供释迦牟尼佛的 你还要供 慈心三昧的 梅勒菩萨 还有供 悲心三昧的 佛所欢迎 所以可见呢 古人呢 不是只有拜 阿弥陀佛而已 古代呢 他供释迦牟尼佛之外 他也供 欢迎跟梅勒 慈心跟悲心 这两个三昧 都是呢 整个圣地子 应该修的 不像我们现在 有些人呢 天道或一贯道 只是拜 没了菩萨 那他就不管 拜其他的 这样的想法 其实渐渐不太正确 跟明满 有人拜 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那所以 早期是叫 莲花神观音 那如果各位 有机会到香港 香港有个观音寺 就可以看到 中国大书佛法 非常的兴盛 全部是用木雕 形结千佛 我们大乘有拜 初一到初三拜 三千佛灿 所有形结千佛 都在屋里上的木雕 有包含着 过去 现在 未来的佛 那其中是五方佛 各位可以看到 中间的 毗卢 这张图像就可以看到是中间十十交某一佛 右边站的是 弥勒 白色的 左边是黄色的莲花神观音 接下来 各位拜 做网课里面 八十八佛 忏悔文里面 也有三十五佛 那五十三佛 那在西藏佛教的 套卡里面 也有画三十五佛 为什么呢 因为三十五佛 是发愿在文人呢 五着二世 最辛苦的 错佛世界 重佛 所以对他礼拜 会升起广大的忏悔功德力 这叫八十八佛 里面的三十五佛 好 现在做一个简单总结 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南传的人就看到佛只是这样 一个古印度的人 披着金黄色的袈裟 头上会放光 所有圣弟子 依他出家 修四地十二因缘 可是在大乘的菩萨 却看到的是这样 释迦牟尼佛 坐在重重无尽的大宝灵花台 有无量无边的天龙八佛 大凡天王 还有过去现在未来的 菩萨 还有诸佛 都在虚空中听佛讲经 可是在金刚阵子里的壁画是这样的 佛讲经的时候有 地世界跟大凡天王 大家可以看到那白色的法罗 跟金色的法轮 佛度人间的众生 有神闻的弟子 有菩萨的弟子 有无量的天上的天人 都来听佛说法 所以你会发现 佛教是有三个体系的 如果你不了解这边 你就会有非常多的疑惑 为什么他们南传跟藏传不用吃素 我们大胜要吃素 都是佛的教法 好 现在讲完了 现在介绍观世音菩萨 请看七十九页 那在所有的诸佛里面 代表诸佛的无来大悲心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 那所有一切的诸佛 过去现在未来 乃至于将来的弥勒菩萨 也都会赞叹西方三圣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跟西方三圣的功德力 是最为广大无边的 请看 这是敦王的壁画 中间是阿弥陀佛的报生佛 右下角有个出家人 他修到上品上身 而往生极乐净土 诸佛如来是以大悲心而为本体 请看这张非常的庄美 在台湾南部高雄一个寺庙 背后它是用东黄壁画画的 牵手前眼观世音菩萨 特别注意它是留谷子的 早期的观世音菩萨是留谷子的 只有到中国明朝以后 明淡以后 中国的观世音菩萨才化成了女身 在古代观世音菩萨是大丈夫相 那前面同流经的是十六之首的准提观音 也是观世音菩萨就是另外一个化身 就是准提神咒 好 那在今天讲经之前 第五十七十九页 请你自己操一下 我要留一点给你们操 你们两个打瞌睡 今天要讲观世音菩萨 关于法文之前要先讲 波中三昧有三种力量 佛陀在波中三昧经里面说 有三种力叫佛力 法力跟自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The power of the yourself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意思说我们常常要求佛力加持 你会发现这几天讲座我也会讲到一些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 我们到生病的时候我们会拜观世音菩萨或拜药师佛 我们希望求佛力加持 所以让我们的病很好 让我们找不到工作有福报 让我们家庭求健康 长寿 意思是中国人最喜欢求的叫宋子观音 半观世音菩萨 而生男孩或女孩 这是的确存在的 如果佛教没有这些真实的经验存在的话 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会流传这么久远 答案这是佛力的加持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虽然你看不到 但是它像蓄日东升的太阳是存在的 第二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就是你要通善知识 听闻教法 法的力量 或者The power of the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是指禅定 或是专注力 经文叫圆三魅力 也就是指观很重要 因此你会发觉 南传佛教的人 为什么每天要打坐 大乘佛教 其实六度波罗蜜 我在汉堡堂讲完 其实指观也是很重要 今年因为我第一次来德国弘法 没有太多的时间 或是将来有机会为各位介绍指观 其实指观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有广大的理论 指观在这里我先说 很多人都会说 指观不要随便乱咒 会走我入魔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你也不知道什么是魔 所谓的左膜入魔是说 指观最好你要跟老师学 否则你身体会产生幻境 或是你看到些什么 或身体有一些能量变化 你无法判断 所以指观其实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 The power of yourself Yourself这里是讲的 Your daily practice 你每天自己修持的力量 自己善根成熟 透过你的信任行 忏悔业障 做慈善事业 然后常常诵经 念佛念咒 比方说念华严经 法华经 波仁经 无量寿经 任不一步经都好 所以你会发觉 做佛教徒 他会学习念佛念咒 接下来他要学打坐 他要学念经 在这个次 下一次 下一次我会带大家 各位念福贤行愿品 所以请看 佛力加持 所以你要常常念佛跟念咒 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念佛的 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或地藏菩萨 也没有一个人不念咒的 念大悲咒 往生咒 要师咒 很多很多的咒 第二个 你每天要学禅定 至少静坐15分钟 接下来你要读大乘经论 这三种力量 缺一不可 你才会见到观世音菩萨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接下来请看 人生如孤独的一艘船 然后你有没有想到 生老病死 请灯再关掉一下 这样的话 不然你都听我较清楚 没关系你专心听 这个不再讲义 需要看讲义 师父会提醒你 第一个你想到生 佛法刚才讲 最伟大的地方 要解决生老病死 你想想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对不对 我不知道各位是几岁 像师父今年47岁 47年 47年前我就出生了 因为爸爸妈妈的缘 还有我孙氏来投胎 我们就出生了 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 小朋友都很可爱 对不对 Happy baby 对 尤其是做阿公阿嬷的 都非常疼孙 对不对 孙儿或孙女 妈妈孩子长大的呢 做什么 Young people 接下来他就有他的朋友 接下来他就有他的友谊 对不对 全世界各种的不同的人种 被圈在一起 透过网路 透过email 而成为好朋友 国际友谊 慢慢的你会发现 年轻人做什么 就是吃喝玩乐 人活着做什么 尤其是在西方人 在欧洲 法国 对不对 现在说有个旺季 你给我问他 活着做什么 很多人回答你讲 人活着 就是吃喝玩乐 而且他还会跟我讲 人就要把握当下 这是禅宗的话 可是呢 神就是去吃喝玩乐 可是你仔细去思考 人生不是只有这样 接下来你见到你有缘的对象 你就呢 看到女人就投昏昏 就结婚了 对不对 中国人讲get married 看到了吗 两个人结婚了 中国人字呢 看到女人就投昏昏 就结婚了 那看到男人呢 也会投昏昏的 所以在中国字里面说 当你结婚了以后 你当然从人间的角度来讲 没有错 你就要开始成家 立业 结婚 生子 可是有时候 你也会生烦恼 Why did I get married with you 为什么我会跟你结婚呢 世界这么大 一定呢 作为婚姻呢 见到的一家人 作为夫妻 一定是有缘的 因此你就会结婚 生子 最后到老 你看老人家 那我也在德国观察过 德国的老人家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为呢 孩子可能生活方式 跟他不一样 没有跟他一起住 可能为了全世界 经济不济气 可能到其他国家 或其他都市去工作 所以德国的老人 虽然有很好的福利制度 但是你会发觉 在心灵上 或是精神生命上 其实他们很孤单 很寂寞的 然后呢 因此全世界老人化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你看到这一对 这是很有福报的夫妻 他们相敬如宾 然后白头歇老 然后呢 这个右边的老人 更有福报 他左边有一个 非常照顾他的女儿 陪他一直到老 所以老人家 请你写下来 不要脆脆念 孩子都被你念走了 真的 我们很多老人家 是不关心观察过 不管佛教徒跟佛 非佛教徒 就是学了佛 脾气还是很快 孩子拿来照顾你 你就开始念他 念到呢 好不容易 一个月来见你一次 下次他就不见你了 你不要说 观世音无上没有保佑你 是你自己把孩子给念走的 所以要改制你的脾气跟个性 假如不幸的 像这一家 他的老伴 得了癌症或是 对不对 黄泉路上 无老少 佛经里面写 夫妻啊 离开的时候就大燕纷飞啊 飞到哪里啊 你也不知道的 接下来 假如还有福报 你两个人一起 就是所谓的 欧洲地中海去度假 对不对 那是很有福报 所以你要去珍惜 你生命所见到的任何一个人 而且要感恩 最后你死亡的时候 就像在欧洲 两大部分都是在基督教 天主教 由牧师神父为你祝福 希望你的灵魂可以回到天堂 那请问佛教徒呢 你要去哪里呢 在西方里呢 在那墓园里 最后死亡的真相就像这样 可是我们人呢 现在呢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不要想太多 其实错了 你应该去想 夕阳夕下的时候 你可以不可以自己决定 你自己可不可以决定 你来生要去哪里 这个才是他学习佛法 最重要的核心目标 而你了解了这个目标 你才会有欢喜心 去行佛造道 你才会了解了目标 你才来为人间来学习佛法 假如你没有了解 因为这个目标 只是做慈善事业 做久了 心也会累的 你只是常常参加法会 法会 到做真的癌症来的时候 你会说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没有保佑我 其实你生命是充满了疑惑的 因此我要简单的说 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它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解决我们生老病死 轮回的痛苦 释迦牟尼佛来人间 是要解决连学术或其他的哲学 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 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尤其是大乘佛法 它要发大悲怨心 发广大的怨心 度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比方说最有名的大悲观之夜菩萨 这是商业金色的千手千远的目标 比方说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观音跟地藏跟中国人跟这个地球的缘这么深 就是因为它有大悲愿力 它度你出六道轮回 假如你没有掌握到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台语有一句话 叫做空空死 空空死 就狐狸狐狸地来 狐狸狐狸地走 其实你的生命是很容易空过一生的 好 接下来 是我要补充的资料 蒙三宝加持 我这辈子去了22个国家 那我也在国外留学过 那我发现现代的人 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那当然这些烦恼包含心理学的心理治疗师 可能会帮助你 或者你也会发觉老师可能会帮助你 或者有些人也可能会其他的朋友帮助你 但是你会发觉可能他在帮助你的时候 一下解决了你的问题 可是当你回到自己呢 当你自己独处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你心中还是很多的烦恼跟苦恼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你没有掌握到佛的话讲调伏你的心 心是很抽象的 可是心它显现的时候 你现代人 师父观察的东西方都是这样 尤其是在西方社会里 物质生活很好 但是我觉得现代的人最大的毛病有这三类 第一个叫做非常情绪化 very emotional 第二个非常的挑剔 very critical 动不动就可以夫妻吵架 或是一个问题 芝麻小事可以吵翻天 弄在家里鸡犬不宁的 其实你想一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第三个就是很负面的思考 negative thinking in the many way 动不动都是想 恐惧的心多 举一个例 现在我有一个杯水在这里 假如师父口渴 请一个女友 她来帮我加水 可是有忧郁症的人 她会这样看到说 哎呀你里面能加毒药啊 你看知道 可是我们会被吓一跳 为什么 因为这杯水本来是很干净啊 我是好心倒给你 你怎么会猜 我里面会下毒药呢 可见她这种恐惧的心 从哪里来 不是外面的 而是自己内心的幻觉 所以你会发现 全世界的人 其实很多呢 吃得很好 物质很好 可是他很多的心理的问题 情绪的问题 这是佛教要去努力的地方 所以我真正觉得 当科学越进步啊 佛教会越昌盛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可以解决很多 世间大学乃至于哲学 不能解决的问题 当然有些问题 可能基督教 天主教和回教 或是道教和民间宗教 可以解决 还是真正解决的 最彻底的生老病死啊 是佛法 请看第一个 情绪化 我们人都有很多 波动的情绪 对不对 可能呢 今天心情不高兴呢 你就看什么都不睡 举个例子 你昨天晚上 可能睡得红晚 火气很大 结果今天呢 看什么事情 都不高兴 太太会你说 最好的东西 是你平常吃的食物 你也会放不进 你还嫌得煮得不好吃 所以我们一招事情啊 都会很容易情绪化 因此佛法还告诉你 要保持平静的心 可是这样的东西啊 注意听 对各位老佛萨 或是各位佛友 今天来 你能接受 对年轻人就很难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喜欢 crazy 喜欢excitement 兴奋 喜欢风华 喜欢rock music 他可以叫你听 他觉得太无聊 他就睡着了 他希望要非常刺激的 可是你知道吗 他就跟喝酒一样 跟西烟一样 你刺激越多 你就那欲望越高 所以平静的心啊 对年轻人来讲 有时候会比较难 除非有善根的人 第二个 就是非常的挑剔 你要学得 容易宽容跟原谅 那我们会发觉 我们会挑剔别人 甚至我们吵架了呢 都没好吧 都是别人错 我们自己没有错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用中国的这个 对不起 跟我脑脑脑 一个巴掌 再对一下 两个巴掌 响叮当 当我们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我们都是说别人错 自己永远没有错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你自己也有错 我们只是不反省自己 都是看别人 佛教这叫我执兼顾 我见的事 非常的深 所以我们对别人 要学会宽容跟原谅的心 原谅的别人 你才会原谅自己 要鼓励别人 也要鼓励自己 第三个 就是负面思考 常常要保持正面的心 乐观一点 开心一点 积极一点 注意听 乐观的心并不是说 这个人就很笨笨的 或很白痴说 好像就傻傻被人家欺负 不是 而是说自己有智慧 能够判断很多的东西 好 接下来看我们的念头 佛教讲 外在的一切世界 是以心显现的 世界会有很多灾难 有很多原因 其中是人的负面的 恶念头很多 我们心念的变化 就像水 一道大平般 你看月亮 本身是没有颜色的 当夜来人静 海雪是蓝的时候 月亮就变蓝的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太阳反射 月亮就变金黄色 我们的心 本身像镜子一样 是没有固定的颜色的 所以经刚经讲 我们的心是无来也无去的 是没有形象 没有颜色的 可是你会发现 这清静的心呢 常常常面会有很多的乌云 我们情绪来的时候 脾气来的时候 贪身之来的时候 就像乌云一样 会遮住你的心 可是注意听 当乌云遮住你的心的时候 其实那个心啊 本来是干净的 只是它没办法起作用 这个我常常做一个比喻是什么呢 各位在德国也有ATM ATM就是那个提款机 有没有 你现在领钱啊 要有提款机 还要有密码 可是假如你呢 提款机拿对了 可是你密码忘记了 你号码输错的时候呢 你还是拿不到钱 拿不到钱并不代表 你没有钱 有 你的钱存在银行里 存在你的存折里 可是啊 你必须要有存折 或是提款机 还要有密码 这些条件具足的时候 密码通关了 你才能够拿到钱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从空性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心虽然被乌云遮住 可是我们的佛性还是在的 这是佛教伟大的地方 佛性它还在 但是它的功能会被冻结 就像刚才讲 你提款机啊 密码输错的时候 你是领不到钱的 可是你的钱没有 消失 你必须打电话 问你家里的人 密码是否要重新到 银行去设定 然后或是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所以当我们呢 烦恼习气 贪真之起来的时候 你的佛性呢 就像这张图一样 是星球被黑暗而遮住的 接下来我们的心呢 变化呢 秦时多云 偶正云啊 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一样 变化数万千的 接下来你看 我们的心念 发起脾气来的时候 就像这张九寨都的瀑布 万马奔腾一样 我们忘记了 要感恩的人 我常常说 我们呢 跟人家相处啊 十件事情 假如九桩事都好事啊 第十桩事情是做坏事 或是不小心 跟对上结婚的恶缘 或误会的话呢 人与人之间呢 常常呢 都是嫉恶如仇比较多啊 可能呢 一桩事情可以放在心里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都忘不下 注意听 从佛法来讲 这是不好的 因为断气的时候 你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应该学着 调伏自己的心 这是很重要 因为你的心调伏了以后 你真心慢慢地调伏 才会像清净的莲花 而放出波忍智慧的光芒 所以佛教里面 常常用莲花做比喻 代表什么 因果同时 好 接下来我们先看 大碑观音法文 请看讲义 好 我刚才用了大概一段时间 把概论讲完了 我们现在来看讲义 请看 底八十页 显密原容化 为观音法文 这个是我在新加坡所讲的 那在中国 从古资金啊 都有很多历代的高僧 从中国唐朝 一直到现在 明国时代或西元的诗记 都很多人修观音法文 那中国的佛教 从印度传到中国 也传到日本跟韩国 所以在这一两天的法会当中 我也会介绍日本跟韩国 那至于西藏佛教 也是没有一个人不修六字大宇宙的 请看中国的法藏大师 他唐朝武则天 就是拜他做国师 他非常的有功德力 专弘扬大悲观音法门 圣十一面观音咒 然后弘扬华燕金 那有一次 唐朝受到北边的土藩国入侵 武则天就求法藏大师 见圣十一面观音的谈诚 诵经 最后呢 战争就打赢了 所以武则天对于法藏大师 非常的不识 接下来到唐朝 有一个孤空三藏 你可以注意看他穿的衣服 古代唐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厕呢 法会里面会穿所谓的海青啊 或是长衫啊 或是像师傅现在穿的长衫 都是中国古代唐朝的衣服 真正的袈裟是披在另外身上 还有很顽扣的 所以孤空三藏 也是中国的很了不起的高僧 弘扬中国唐朝的秘法 而弘扬到日本和韩国 你看古代的孤空三藏 刚才这张是现代的画像 真正的孤空三藏 是中亚纪兵国人叫胡人 你可以看到他骨子很多 可是他智慧非常的高 头额饱满 眼睛非常的锐利 手上呢 拿着这个智慧与方便象征的灵楚 接下来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日本 请不要忘了到要去一个地方 空海大师建的叫 Koyasa高野山 这现在就变成东密最主要的圣地 然后传说这个空海大师 是华言会上三地菩萨在来的 他得到日本天皇的故旨 在日本四周建了八十四所寺庙 那真正的根本寺庙是在高野山 所以你看到他到中国去留学 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在中国 把中国大乘经论 他的中文华文非常好 还会写书法 还会写中国的古代汉文 而成为日本天皇的国师 然后把这个大乘佛法跟东密传到日本 接下来在藏传佛教里面 最伟大的是观世音菩萨亲自的化身 前一世的十六世高玛堡 这是当代在黑宝怪 这一世的道宝宝王 前一世的道宝宝王 十六世道宝宝王 曾经全世界红火蛤 然后在德国汉堡他也来过 然后在柏林他也曾经来过红火蛤 那这一世的高玛堡 是十七世高玛堡 再来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普门评里面说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现合身而会说法 观世音菩萨在南传北传藏传 无量的在家诸家都有化身 他是真正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也是我的老师 好 接下来先看 所以演讲的内容 我想反馈 我想讲这三个 讲多少算多少 第一个介绍观世音菩萨 因地他的愿行跟修持 第二个介绍观世音菩萨 他有化现不同的化身 六道化身 观音法有很多很多的修持 像我们念六字大明咒 大悲神咒只是其中一个 那最有名的修持 在西藏叫六字大明咒 叫万咒之王 就是介绍观世音菩萨的修持 与功德 好 请看显命运用观音 刚才放在这张图 所谓显命运用观音 就是说他真正的观音化身了 是无量无边的 甚至我常说 观世音菩萨也度一贯道 道教 民间宗教和佛教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 就像太阳一般 只要有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或者拜他的佛像 或是念他的经典 观世音菩萨都会利益你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不是只有 大家看到的白衣大师跟千手观音 事实上他有无量无边的化身 在无量的世界 比无量的众生 请看 六字大明咒是西藏 四币观音 这四个手臂就代表 四个手臂代表慈悲洗手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 那一个脸友问我说 师父啊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四个手臂呢 是不是代表新加坡四个号码呢 码票啊 就是重彩卷 想太多了 这个代表慈悲洗手 因为我们一般人只有两个手 可是观世音菩萨 他代表慈悲洗手 接下来看这一张 在民国一二十年代 也就是中国大陆 大概一二二零年 或到一二三零年 中国大陆大江南北 除了大中国法很兴盛 红教跟白教的金刚圣教法 也非常兴盛 很多人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亲自显现的 然后后来人家把它画下来的 这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 你看他的脸 非常的慈悲圆满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真正存在的 后面待会我还给你看中国 台湾对不起不是中国 讲台湾 台湾八七水灾 观世音菩萨 加上插头 插上对缘的时候 灯泡才会亮 所以观世音菩萨 是迹迹迹迈会显现的 但是要有因缘 接下来看传统上 好 请看各位的讲义 翻过来 第82页 传统佛教的教义 看得到吗 请开灯好了 因为有些老师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请看 传统上佛教的教义 观世音菩萨的愿心跟修持 观世音菩萨有很多的名号 观自在菩萨 观世音菩萨 也有叫做圣观自在菩萨 也有梵音 妙音 好朝音 这个都是使用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然后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无量无边 代表它智慧跟慈悲功德 也无量无边 请看中国浙江省 最有名的古多山 毗如观音 非常非常庄严 也称为九龙观音 因为它的背后有标角条龙 然后观世音菩萨带五方佛的宝观 然后它有毗卢正那佛的功德 所以叫毗卢观音 这是全中国大陆最庄严的菩萨山 各位如果有机会有去中国 可以去看浙江省菩萨山 第二个你可以看到 圣观自在 是同流经的 然后面背观世音菩萨 这种观世音菩萨是我的 我亲自供养的 你可以看到 我真正用最好的珍珠 跟上等的十六时 十六时就是一般女生做耳环 项链跟珍珠 耳环跟项链的 后面是用同流经的 标的波耳心经 所以观世音菩萨 在古门评里面说 若有人你礼拜他 你礼拜观世音菩萨 一念心拜一拜 你等于拜过六十二亿 恒河沙菩萨的功德 可是我也常常说笑话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人家请我去帮他设计佛堂 我看到他四十二寸的电视 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观世音菩萨这么小 就放在脚窝旁边 可见电视比观世音菩萨重要 很多人你不是说你没有福报吗 那就看你对三宝的信心 当然每一根的福报才华能力都不一样 也不是说一定要用最贵的东西 答案是你自己最虔诚的 这个比较重要 对不对 我们可能吃穿住都非常的享受 可是我们在功夫或利益众生上 可能我们心量就稍微小了一点 接下来再看 观世音菩萨有自利利他 请看八十二页下面 最有名的第一个叫观自在菩萨 出自于哪里 菩萨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菩萨菩萨秘书时 照见五运皆空 度一切苦恶 心无怪物无忧恐怖 远离颠胆梦想就近涅槃 我想在东南亚的佛教徒 或大副佛教徒 第一个拜观音的都念什么 普门品 大悲咒跟心经 心经是六百卷大菩萨经的精华 其实它是非常深 其实你要从心 不要挂爱开始下口 你一下子啊 你没办法照见五运皆空的 不容易 第二个 在楞严经 观音耳根元通章里面说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观世音呢 因为他过去在无量节里面 像一尊佛 叫古观音如来 学过闻思修广化三昧 因此正的耳根元通 所以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心 往大无边 请看下面 台湾三亿木雕 所雕的水月观音 为什么叫水月观音 就是观音菩萨下面做的是海水 后面是月亮 千江有水千江月 代表观世音菩萨是正物空性的圣者 非常的庄严 接下来再看 那观世音菩萨也有利他 自利叫观自在菩萨 常常反观你身心自在吗 那利他来讲 请看讲义第八十三页 利他就是观世间的音声 寻生救苦 所以普门品说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 身心受了很多苦恼 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你要一心穿名 你就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也可以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没有关系 当然曾经在汉堡的时候 有一个人有问过我 师父我们念是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广大灵满 观世音菩萨 等一下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很好注意听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其实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后面会讲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第二个 广大灵感 广大灵感就是说 你一念啊 就像千江流水 千江月一样 他立刻就 会来帮助你 其实不用念那么长 为什么 这只是赞叹观音菩萨的功德 因为你在生病的时候 或赞叹难 你就直接念 南无大悲 观世音菩萨 因为在 悲至怨恨里面 四大菩萨 它代表 大悲心 甚至你可以念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四个字就可以了 因为在断气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念那么长的 紧急苦难 或车祸的时候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车祸就发生 对不对 这是我真心讲 你要了解佛法 所以你要一心称念 这代表观世间的声音 寻生救苦 这是观世音菩萨 请看 也是台湾三意 台湾三意 是全台湾目雕的 目雕的佛像 很有神韵 请看 这个代宝观的 宝观观世音菩萨 这也是我们上一经社 一个佛友家 我们为他 不知佛塔他们家共演的 前面是真正的 上等的日本珍珠的 你不要弄假的 你要弄真的 接下来再看 日本奈良 东大寺 东大寺的正中间 是有毗卢 真阿佛 日日本天皇 夏立 建的 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 木雕 左边就是大悲 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看到 日本人的建筑里面 代表观世音菩萨 会放光 所以他后面有毫光 那观世音菩萨的头顶 是阿弥陀佛 有些是站着 有些是坐着 因为阿弥陀佛 生生世世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儿师 接下来再看 中国玄庄大师到西边取经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念心经 还有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顺号 当然在考证里面 他念的心经是念范文本 因为玄庄大师自己范文很好 那后来玄庄大师我很高兴 他有头盖骨设立 最主要的是在中国 应该我没记过 应该是长安 也就是西安 有大雁塔寺 那是玄庄大师寺庙 可是在中国 因为中日战争的关系 然后当时中国跟 对不起 台湾跟日本 佛教文化交流非常好 所以日本人保有 玄庄大师图盖骨的设立 其中有一片自然脱落 自然裂胎 当时在蒋中正在世的时候 蒋总统 日本人为了表示友好 送给我们台湾 因此蒋中正 总统就请建在日月台的玄庄 玄光寺 我见过玄庄大师的设立子 头戴口设立 非常的庄严 我顶礼的是非常感动的 另外在今年四月 我去了九华山 峨眉山跟卢山 回城的时候在南京 南京有一个寺庙里面 也供了玄庄大师的设立子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历代高僧是非常远顾起的 接下来再看 请看讲义第八十三页 讲二观音的缘起 很多人都会问 观世音菩萨是过去佛 现在佛 有未来佛呢 为了介绍三世佛 其实观世音菩萨 过去早就成佛了 未来也会成佛 所以佛教有分 过去现在未来 是以众生时空来讲 请看 印度菩提加园的三世佛石雕 中间是交摩利活 右边是燃灯佛 各位读过金刚经 金刚经 佛呢遇到燃灯佛 在释迦牟尼佛遇到 一个阿森奇节的时候 佛为他亲自讲经说法 为他授记 左边呢 是当来下身弥勒佛 所以很高兴的是 我在尼泊尔 一个藏传寺庙 拍到这同流经的 你很少见到燃灯佛 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们华人里面 我不敢说我看很多 其实我也看很多 台湾呢 整个宝岛 我就没有人 没有人看过人家雕过 过去燃灯佛的 请看 过去燃灯佛 他的头顶有一个 这个舍利塔 代表他生生世世 也是修舍利塔供养 然后呢 成佛的时候呢 这是同流经的相考庄严 中间呢 是释迦牟尼佛 拿着波 降摩印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 前面是白教的 马尔巴大医师 后面呢 是释迦牟尼佛 未来佛你看 不是只有天道 跟一旦道会拜 没了菩萨 其实任何一个佛教徒 也都应该拜 没了菩萨 他是当然下身 没了佛 现在我跟你讲话 东帅内院的 没了菩萨 也是听得到的 然后他是讲经说法 佛经里面写要 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以后 经过地球 好几次核爆炸 他才会下身人间 就在东印度的 菩提加也 当时的寿命啊 每一个人是 八万四千岁 寿命很长 弥勒菩萨在荣华树下 就是现在的菩提加也 当时的树很高大 叫荣华树 所以叫荣华三会 好那一直到 所以事实上东边 是原灯佛 那后来在佛教 从印度传到中国 以后也有东方雕阿处体佛 一直到台湾 唐朝以后 我们现在像佛光山的大殿 高雄佛光山大殿 乃至于东南亚很多佛教 普共的三宝佛 请看右边 拿药师七宝佛塔 是药师佛 是中国唐朝以后才这样的 唐朝以前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很喜欢 医药 中国人改朝半代的时候 战争很多 而且中国人老师讲 沙业也很重 中国人都很喜欢吃燕窝 鱼翅 越比越纳动 所以因此在所有东方无量诸佛里面 然后唐朝以后 药师佛就被广为流传 一直到很多 现在要求健康长寿 都是念药师经 或药师咒 或百光是佛萨 这是唐朝以后 左边西方看西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其实长得一样装 也是拿着莲花 在西方无量诸佛里面 跟我们原最深的是西方阿弥陀佛 所以净土反而兴盛 这张各位看到的是台湾 中立立国讲堂 2012年 今年年初才开光的 叫三宝佛 我被邀请到那边去讲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 所以这是唐朝以后 中国的造型 其实成佛的时候 你会看到觉得 三个人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是代表他功德一样圆满 透过他的手印 或手上手拿的东西 来区别这种的佛像 好 接下来再看 观世音菩萨过去 请看讲义八十三页 过去佛在大悲心佛罗尼基因 以及观音三昧经说 观世音菩萨过去早就存佛了 叫正法明如来 释迦牧尼佛在阴地的时候 当过他苦行的弟子 很有趣哦 释迦牧尼佛在无量节无量节 做过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因为佛教认为 修行不是只有一事 有无有穷尽的轮回 第二个 现在释迦牧尼佛 跟观世音菩萨 一样都实现成佛 所以在普门品里面才会说 应以佛身得度者 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观世音菩萨早就成佛了 叫正法明如来 现在他在说佛世界 跟十方佛国主度众生 那未来经过无量节无量节无量节以后 观音世智受尽心里面说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把他所有众生的有缘众生度完的时候 上半夜他会入涅感 下半夜观世音菩萨会成佛 补到佛位 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也就是说 跟阿弥陀佛有缘的度尽了 观世音菩萨就会实现成佛 那经过观世音菩萨无量节无量节度完了以后 大世智菩萨会成佛 所以观音菩萨有过去 现在未来佛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深深世世千手千远的功德力 是广大而边的 这是商业精神的观世音菩萨 好接下来再看观世音菩萨也有他的眷属 在藏传佛教的探卡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佛两个菩萨 这个就叫做净土 观世音菩萨他也有两个大菩萨 这是藏传佛教的探卡 Om Mani Be Me Ho 观世音菩萨他有无量无边的眷属 但是每一个佛都有两个大菩萨 做他主要的眷属 像药师佛也有日光月光 骗照菩萨 接下来再看藏传佛教的探卡 观世音菩萨还有他的净土 叫Mandala 这里的Mandala意思是什么呢 就像假如各位有机会到北京 看到永和宫或者天坛 假如你观想亚历 你观想一下 你现在搭直升飞机 飞到天坛或是上面去看 或是紫禁城 你就看到护城河 有一条一条的河流是圆的 还有一道一道的门 从天空中看起来就像这个土 所以净土就是谈城的意思 Mandala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接下来再看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看八十三页到八十四页 请看八十四 观世音菩萨 请问 那他住在哪里呢 曾经我问过一个小朋友 然后或是问过了菩萨 请问观世音菩萨住在哪里呢 有个小朋友很可爱 他很有善根 参加额动活学夏林 他就举手 师父观世音菩萨住我家 因为我家有问的他的佛像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观世音菩萨住哪里 请看 十方诸国土 无畅现身 观世音菩萨也可能住德国 只是里面碰到而已 对不对 十方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在西方极乐世界里 东方要世国境土也有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弥勒内院的都在内院里面 也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南海普陀观世音也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所以这里讲 观世音菩萨事实上是方伯国土 他都来去治人 那他的悲心愿力 专门利益我们这个地球 缩火世界 请看普门品的这个寄宋 这个寄宋请做个记号 普门品所有的寄宋 你说 如果假如说师父 你要讲精简一点 我们念普门品 那这两首寄宋 代表所有观音菩萨的功德 请看 第一个就是 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逼生 观音妙智力 能救世间苦 是到这里 众生都被身心苦 很多很多的苦恼绑住了 有无量的苦恼 逼托他的身体不自在 观世音菩萨 有唯妙的智慧力功德力 能救世间一切的痛苦 接下来第二首寄宋 具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畅无限生 观世音菩萨 他有广大的神通力 而且他广修各种 智慧跟善巧方便 所以十方诸国土 就像千江游水 千江月一样 当他一念他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就会在你院里出现 好 请看讲义 八十四页第三 就是普贤行愿品说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根本的门体 因于众生 看到众生很苦 所以起大悲心 因于大悲心而生起菩提心 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 常常都供白衣大士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这是台湾中立立国讲堂 第一层楼大殿 那天我们最后一天奖金圆满 供灯 念点灯起见完 他的大殿就是供华人的 白衣大士或羊之净水观音 这个跟中国人的语言特别的深 可是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而为本体 可是看早期的五方佛探卡里面 上面是阿弥陀佛 下面就画的是千手观音 接下来你看在善才童子的五十三餐里面 华人五十三餐 五十三除以二是二十七 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也向观世音菩萨 请法一切平等大悲心反弹 所以大悲心是一切众生的根本核心 请看八十四页 第八行 大悲心本身是广大一边的 对不对 可是以三餐中子五十三餐来讲 第一餐是大治文书实力菩萨 代表根本质 这是觉悟的心 那么一座山 五十三你把它切一半 中间就是二十七 二十七代表中间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代表平等心 接下来五十三是最后一个是 普贤菩萨 代表后等智 这代表清静心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里 让你看图片 所以真正呢 华严经应该是向三七手 崇善是由幼道走 千波文书 千手观音 跟普贤菩萨 这样才是完整的共法 可是我们现在 很少人是这样过 为什么呢 在中国大陆 崇善是才有 请看千波文书 文珠顺利菩萨 也有一千只手 像千手观音菩萨 一样十个头 而文珠顺利菩萨 是中国四大名山 古台山智慧第一 然后有机会 若是普陀山 法语寺 你就可以看到 毗卢观音 右边是善财童子 左边是龙女菩萨 善财童子 出自于华言经 左边龙女 出自于法华经 所以因此传到道教 就变成子竹林观音 其实这些都是 佛教跟道教相互影响 你必须懂 建议跟佛教 一样的演变 你才会知道为什么 所以中间是非常庄严 听说有两三层楼高 全中国大陆最庄严的 毗卢观音宝殿 也叫九龙观音 接下来普贤菩萨 就是峨眉山的普贤王菩萨 明朝万历年间 皇帝下令用三千两黄金 而度的铜流金的 普贤王菩萨 其六雅而下 那在新加坡 我自己有一个小道场 叫M.E.A. 我们就是供这个三大事 就是按照华言经的架构 所以虽然说你学观音法 其实你慈悲的先节条件 你要先学文书菩萨的智慧 而且你虽然学慈悲跟智慧 可是碰到挫折的时候 你会退道心 挫折的时候你会放弃 所以你要学普贤菩萨的 这个十大愿皇 好 所以请看经文 八十四页 第十二行 普贤行愿你说 各位有讲义 我直接白话翻译 诺诸菩萨以大悲水 饶育众生 注意这里的大悲水 不是说我们念的大悲水 只去撒人家的头 不是 这是指无心的 以大悲心 就像水可以浇树一般 可以利益一切众生 那利益众生可以都过 教育 文化 慈善事业 各种各方面都可以帮助众生 这样子累积大悲心的功德 可以成就你 无上奥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真正的菩提 不是观请门来念念经跟念念佛而已 真正的菩提是属于一切众生的 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说什么 行菩萨道的人 要在跟众生六度波罗密的互动里 才会生起功德 假如没有众生 一切的菩萨就不可能成佛 因为菩萨帮助众生的同时 他还要感恩众生 给他成佛 跟累积无量福慧的条件 这是这一段意思 请看三 再下 第三下面三点四 普贤心愿品说 以众生心平等部 请把平等心画起来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今天我讲经要修的大悲观音法的平等心 你的心平等 你才能够成就圆满的大悲 注意这里的大悲不是大小的大 而是广大无边的大 我发觉东南亚很多佛教徒 包含德国的脸 有很多都念观世音菩萨 可是心量都很小 你嘴巴念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其实你说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请各位翻开八十六页 下一次会讲 八十六页 第四行编号第三个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你在大悲三里面会发这个愿 可是你会发现 法会里面人很多 有时候老公公老太婆 在过堂的时候吃饭 挤到你 你就不高兴 你就发脾气了 你刚才不是发愿吗 南魔大悲观世音 任我速度一切重 可是你会发现 最旁边跟你最有缘的人 你都不能暴露他 所以我常常说 很多人嘴巴念观世音菩萨 他为什么没有感应 不是佛菩萨不加持他 他心量太小了 第二个 他没有平等心 对不起 我要求再给我十分钟 我已经到八点 不过让我讲一个段落 好不好 担忧各位几分钟 所以 第一个 你的心量要广大一点 第二个 你的心不平等 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慈悲 有 选择性的慈悲 喜欢的 我对他慈悲 不喜欢的 我就中都没看到 你这样永远不会成佛的 观世音菩萨 我说过 佛教徒 道教徒 一贯道 民间宗教 所有的众生 他都平等的大悲心 就算其他宗教 如果很念观世音菩萨 神号 观世音菩萨还是会对他的 这叫平等大悲心 所以以大悲心 随众生故 才能够让一切的诸佛都欢喜 叫成就故养无来 请你写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 要有心量大一点 第二个 要有平等心 请看 北京法文寺的壁画 这是宋代以后的文殊菩萨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叫古台山 塔院寺的文殊菩萨法堂 就是说 在古台山 塔院寺有一次著词 在古台山感应录里面讲 他天天拜观世音菩萨 也拜文殊菩萨 他特别提醒说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我要见到你 对不对 武台山是文殊菩萨圣地 他每天拜 每天拜 有一年到了七月的时候 有一个叫吴哲大会 所谓叫吴哲大会 就是传统上四月十五 接下安居到七月十五 七月十五最后 有一个叫余兰鹏会 那武台山会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会 在家出家都可以来化园 也都可以来吃饭 那在吃饭的时候 有一天 还有一个老太太 他就带了个娃娃 还有带了一只狗 而且这个妇女她还怀孕了 就排个呀 然后寺庙的塔院寺的吐司 还有僧众 这叫指挥 每一个人都有一碗饭 然后指挥到 轮到这个的时候 塔院寺主持就问 老太太 请问你有几个 她说我一个人 我还有一只狗 还有一个娃娃 那我要三碗饭 因为人很多 她说快点快点 三碗饭拿完就叫他排队 排队以后 因为人很多 过了大概十五分钟 她又排来了 她说师父 你还忘了一个 她说你怎么又来了呢 她说我刚才不是给你三碗饭吗 她说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娃娃 没吃饭 她非常神奇 这时候这个主持就发了脾气 就赶她走 走走走走 你这么贪心 你知道这个老父人说的最乱 这个主持没什么平等心 一般人怎么会讲这句话 对不对 结果呢 这样排的时候 他们吃饭那时候 是因为无浙大会 你知道吗 大家要过堂 所以要等全部人拿了饭菜以后 就开始唱供养祭 供养清静广深 比如这那佛 结果没想到这个中养祭唱 唱到一半快圆满的时候 那个老太太腾弓一跳 谁呀 文殊学历菩萨 现前 这时候那个主持一看 哎呀 糟糕 我刚才骂的这个赶的那个人就是文殊菩萨 他念了一首记 苦瓜 灵根苦 甜瓜 灵根浅 我本超三界 却被阿森贤 那文殊福袋在虚空中 那那个狗呢 其实就变成金色的狮子 旁边那个娃娃 就是那个他的童子 他就指着这个出家人说 苦瓜是因为种苦因 才会有得苦果 甜瓜因为是种善因 所以得甜果 我啊 超三大阿森祺杰 我是一切中国的老师啊 每个人对我都很恭敬 我今天却被你这个老出家人嫌我啊 哇 这时候这个主持吓死了 吓死了什么意思 他真的叫拜忏悔 还没吃饭 才空两句 完了就拜着文殊菩萨跟你对不起 那所有的有位大众出家人都看到文殊菩萨 我给他点灵 结果呢 他跟他讲 你呀 很没有平等心啊 这时候 文殊师利菩萨教训他以后 其实他也知道他心很难过 结果呢 就摘了一根头发 摘下来 就丢在他的门口 那个出家人的点钱 因此他就把这个文殊菩萨的头发 真正的保留 然后盖了一个叫文殊菩萨设立塔 在五台山塔院寺 所以就回去的时候 不要忘了 一定要亲自去礼拜 要发愿 而且要绕塔 这是文殊菩萨亲自的头发 所以可见修持的平等心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我在很多大型的法会 尤其是讲古贤十大院的时候 我都一定会讲这个故事 是告诉你 你不要认为 佛菩萨来的时候 就是金光强强棍 哎呀我来呀 急来呀 不是 有时候在大的法会 不行明天 各位你们要去参加 佛光山法会 小心 有时候你最讨厌或看不起的人呢 其实就是观音菩萨跟文殊菩萨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凡夫看到像木耀庄业的法师 我们也要去招待他 可是我们看到那种臭臭的脏脏的脏脏的 三大类的功德 请看八十五页 第一个 普门世线 请看无量寿经 此二菩萨观音世智 在娑婆世界修菩萨行 过去无量节 他在这里修行 往生极乐世界 他发愿做阿弥陀佛的左右 他到十方无量的世界 观世音菩萨随心都可以到 现在特别在这个极乐世界 做西方三圣而利益众生 所以你问观世音菩萨住在哪里 其实也可以讲住在极乐世界 也可以讲住在娑婆世界 因为他谁都 哪个地方都能去 第二个 普门品刚才有讲 十方诸国土 无畅不现身 请看 释迦牟尼佛特别赞叹 在娑婆世界 他常常对讲经的圣弟子 声闻这种菩萨中说 西方有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和西方三圣观音 世智的功德是无量里边的 请看一下东皇壁画 这是东皇的遍文图 就是按照观无量寿佛经 而画出的西方三圣 请观音 这样会比较清楚 因为接下来我给你看很多话 第二个就是按照观无量寿佛经 是坐着的 中间阿弥陀佛是虎色 右边是拿着这个金色的宝台 观世音菩萨 左边大势制是拿着灵花 这是莲齿海贵圣咒 接下来这是按照东皇壁画的 林中皆影图 你可以看到东皇的飞天 有祭月 然后中间阿弥陀佛跟莲齿海贵菩萨 然后呢 右下角是出家人 他修到上品上身 接下来这是在华人最流通的 大概在民国三世十年代 1940年到1950年代 那由江义泽老居士 按照中国唐朝的画风 而画的西方三圣 右边是观世音菩萨 那唐朝的人都很庄严 所以站着都是直直的 可是年轻人不太喜欢这个 年轻人喜欢这个 这是新加坡排行榜第一名的 有没有看到Dancing Position 跳舞 年轻人喜欢这样 你可以看到佛教会一众声要求 而会有演变的 然后这三个非常的Colorful 彩色 这是新加坡年轻人排行榜第一名 供的西方三圣 接下来看日本净土宗 净土宗阿弥陀佛的木雕 日本人这个民族很特别 对于历史文物很重视 所以中间的阿弥陀佛是非常大 右边观音世智 这是木雕的至少有上一千年的历史 接下来日本人以阿弥陀经 而创造了三月阿弥陀佛 简单的讲就是阿弥陀佛可以穿越山 没有任何的障碍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世智 这只有日本佛教才有 我上次我刚才说过 佛教七八世 从二三世纪 从印度传到了中国 也传到日本和韩国 所以日本净土宗非常地兴盛 观世音菩萨法也非常兴盛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 有百分之七十都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以及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所以有百分之七十的净土宗信徒 右边是观世音菩萨 再看日本的国宝 有木雕上等的雕三十三堂的圣十一面观音 你可以看到日本人上面用十个头 那因为建筑关系 所以他就绕一圈 那我们的三个头 待会会看到 应该是要三成 可是这是日本的国宝 非常了不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是广大无虚空 深测无大海的 最后藏传佛教也修极了净土 特别注意的是藏传佛教 阿弥陀佛是红色 万一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也就是我们看到 左手那个白色 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西藏佛教的西方三圣 跟我们大圣刚好编达 右边呢 我们现在看到蓝色 那是大是菩萨 其他是廉池很贵 所以菩萨有这个苦能世线 第二菩萨也有寻生救苦 请看经文 无量寿经说 你可以看幻灯片 善世间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遇到紧急苦难恐怖的时候 你真心的念观世音菩萨 没有不得解脱的 在这里我公开解释 有人会问 师父 那个太太要生娃娃 太太要生娃娃 那可不可以大声念观世音菩萨 答案可以 你不要说观世音菩萨嫌你肮脏 观世音菩萨从来不会有这种念 尤其是你在生产的时候 不可以憋着念 要大声念 大声念的时候 母子你都会平安 古代呢 我们常常 妈妈生完小孩 其实孩子也活下了 妈妈就过世了 所以有紧急苦难的时候 你要大声念 观世音菩萨寻生救苦 好 那众生被困恶的这个偈颂 我刚才讲过 最后他会应激说法 就是观世音菩萨应该以出家中 得度呢就先出家中 以在家度得度 他就先在家中 应和声得度者 即现和声 我会说法 前面讲过 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 叫正法名如来 所以他虽然是菩萨 可是他也可以献佛声 为你说 请看 这是我常常念 大悲神咒 圣食一面观音 这是中国大乘 跟唐朝东密结合的 那是观世音菩萨 我念大悲神咒 就是观想这一章 接下来再看 日本人的国宝 叫山越阿弥陀 阿弥陀佛宝出来是金色的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世智 所以阿弥陀佛 威神光明 最尊第一 接下来再看 韩国的水月观音 这是韩国的国宝 非常的庄严 刚才讲水月代表了物空性 好 那请问呢 你讲了这么多 到底观音菩萨有没有出现 有 我想有些人还记得 1959年 邻国48年 很不幸 台湾发漆水灾 大东西 就是全台湾的很多很多的灾难 1959年 那时候师父还没有出生 陈医生呢 我可能不知道在哪 那这时候真的呢 当时我们台湾跟美国 还有建交 所以美国有航空的巡逻飞机 当时呢 他是外国人 那在飞机上 大家知道有黑盒子 也有摄影机 看到一团的黑猿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就把它拍下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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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回去美国 一洗出来的时候 一洗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这一张 原来是什么 阳之尽水的奇隆观音 所以科学证明 有没有关系佛萨 真真的有 所以你要相信佛法 我刚才不是说吗 科学越进步 佛法越昌盛的 因为佛教讲的东西 都符合科学 甚至是超越科学 所以早期啊 在民国五十年代 一九六零年代 很多人呢 都是供这张观世音 佛萨 不管佛教有供 道教有供 民间宗教有供 后来一张图像呢 就画成的图像 请看彩色的奇隆观音 然后呢 就动画版呢 就画得更清彩 你看下一个观世音 比较就一点不大了 这是现代版 我再看一遍 刚才那个是原画 但是他把它画彩色 接下来是动画版的奇隆观音 那这一诗的高华法 是我的老师 他是观世音古上的画身 他这一诗多才多艺 Linquist 然后呢 他也画了一幅 东南亚如同的奇隆 奇隆观音 希望为华人 海峡两岸 跟全世界的华人 大乘佛法 带来祝福 这是道法皇 金字化的奇隆观音 各位可以上网 官方网站可以下载 所以有没有观世音菩萨 有 寻生就苦 苦门释现 那在苦门释现当中 众生不一样 观世音菩萨 因以合身度得度者 你看观世音菩萨 你会变中属的 观世音菩萨 也可能会变狗跟猫的 为什么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这是宗属 接下来你看 我们呢 一切众生都有慈悲的本质 小朋友看到呢 企鹅他会笑 请问你看到老虎会不会笑啊 你赶快躲吧 对不对 可是我啊 你看 对不对 众生两只猫 这是我在新加坡海 这样拍到的 对 两只猫看着那个 下面的机场 跟夜市 你看一切众生 都会相互依赖和照顾 可是很不幸的 我们常常忘记了 慈悲的本质 世界各地呢 你看我常常 最近取缔的 是8月12号 伦敦奥运 刚刚结束了 对不对 全世界都在庆祝奥运 非常的热闹 非常喜悦 可是在同时 这个月呢 伊朗 伊卡克 还是在战争 叙利亚跟埃及 还是在战争 国与国之间 都在卖武器啊 明争暗斗啊 其实攻心斗角 有时候我们都不学信国法 我们常常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是先保护自己 伤害的任务 我们都忘记了 一切众生 都有相互依赖 跟照顾的本质 再看一下 很可爱 这是德国的小孩 我上网查了 对 以前的小孩 他这两个德国小孩呢 他帮助一个小狗 小狗口渴了 因为以前呢 喝水的那个柱子 是在外面 所以他帮他垫上去 然后让狗爬上去 请问我们人会这样做吗 有时候我们大人啊 可能想得很复杂 没有像小孩天真吧 所以在六道龙徽里面 你就知道 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国性 可是我们常常忘了 慈悲的本质 好 那我想今天时间 超过了一点点录影 就录到这里